一星期一本书 处处便是好风光 你若待人和善一些 人间便是四月天 诚如此言 男人心宽 事业才丰满 女人心善 世间才温暖 男人要心宽 古语到男主外 女主内 男女各称半边天 男人更多的都是在外打拼 需要多方应酬 需要面对社会中的风风雨雨 心理承受能力 自然也要高一些 一个男人心若不宽 承受能力差 便不能在风浪之中 得到契机 不能在苦难之中 窥见一缕阳光 一个男人心若不宽 处处计较 颇多怨言 便难以在汹涌之中 保持冷静 难以在乱局之中 抓住关键 俗话说 心有多宽 命就有多好 人有怎样的心 就有怎样的人生 心不宽 路就窄 心意宽 天地宽 一个心宽似海的男人 才能在失忆之时 不丧失斗志 成功之时 不骄傲自满 最后成就一番非凡事业 西近名士 有位名士叫王荣 据传他的家中 有几棵李子树 品种优良 杰出的李子个儿大 味道和甜 卖得十分好 王荣见李子这么好 虽有意将之拿去出售 可是他又担心别人买了李子 会拿李子的盒 也栽种出这么好的李树 于是他就在出售前 用细钉在果实上打孔 贯通河 破坏河的生长活力 后来朝廷下诏 广纳贤士 有人举荐了王荣 但就在王荣一只脚 即将迈进朝堂时 有人却将他钻孔的事 透露了出去 最后竟上达天听 被皇帝知道了 皇帝想 一个如此狭隘的人 如果让他当官 简直是国家的悲哀 民众的不幸 于是王荣 平步青云的道路 也就断绝了 很多时候 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考虑自己的太多 计较太多 渐渐的 圈子也会变小 朋友变少 名声也会变坏 形象也随之倒塌 无形中 把人生就越走越窄 相反的 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替别人想得多 不计较太多 不盈盈狗狗 不争先恐后 渐渐的 圈子自然变大 朋友也会越多 名声自然也就响了 形象也随之变得光辉 自然的 人生的道路也就开阔了 可见心宽 路自宽 一个人心胸的宽窄 也就决定了 他人生道路的宽窄 只有先把心灵世界开拓宽广 人生的道路才能宽阔 女人要心善 六祖谈经有云 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底 于心田上植一颗善良的种子 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正所谓 相由心生 心美 人自美 心纯净 形至美 女人大美 为心境 中美 为修计 小美 为貌体 心地善良 才是最高层次的美 众名慈善天使 特雷莎修女 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 都在为救济贫穷服务 手中持掌着 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慈善基金 却用着几平米大小的办公室 一张桌子 一部电话 解决办公事务 基于她对社会的贡献 特雷莎 于1979年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班奖会上 穿着并非奢华丸礼服 一着价值 仅几美元的印度沙里 令场上穿着华丽的 与会嘉宾 瞠目结舌 她为世人留下真言 你今天做的善事 人们往往 明天就会忘记 不管怎样 你还是要做善事 多行一善 世间便多一分美丽 爱会流转 诗与别人 终将汇集自身 3月2日深夜 浙江台州 发生了一场车祸 当时情况紧急 现场也没有输液架 一个120的护士 二话没说 站上了一辆急救瓶车 在暴雨中 高举输液瓶 40分钟 这一幕被旁边 举灯的交警拍下来了 最终伤员成功获救 而护士却悄悄离开了 把这件事 埋在了心底 这位最美天使 叫王露 随着王露 举着调平救人的照片 在高速交警的交流群里传开 大家纷纷承赞 真的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 交警支队写了一封信说 当时凌晨温度很低 他被淋得湿透 全身冷得瑟瑟发抖 还在坚持着 这种敬业程度 着实让人钦佩 可王露却说 我在120急救中心 已经工作七年了 那都是些稀松平常 真的不值得一提 请记得善良 因为这样的你 真的很美 曾听过一段很精辟的话 心善则貌美 人的眼睛有5.67亿像素 终究有人能看到你 平凡皮囊下 剩余一切的美丽 是啊 漂亮的皮囊 只是好看 而善良的心 是由内而发出的灵性亮光 可以温暖 照亮他人 心宽的男人 才能于风雨中 泰然自若 闲看人生百态 笑对事情冷暖 于百死千难中 成就一番事业 心善的女人 才能于岁月间 怡然自得 末世世露风霜 淡看人世沧桑 于混乱事举中 照亮人心黑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久了我都没变 爱你这回事 真正流年 你最好做好准备 我没有打算 停止一切 想说我没有节约 也没有事情好消遣 有一个人能去爱 多珍贵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 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绝 成的像我的优点 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 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 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 我都会坦然面对 只需要我跟你再好个十年 无所谓 你和他没有如愿 短短半年内开始分离 我的爱 不惭愿 不去爱才是浪费 多不对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 反正我还有一生 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 就算我再去努力爱上谁 到头来也许白费 不如永远跟你好来的快乐 对不对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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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